凌晨一点多 明宅一楼停车场火光猛烈 一部轿车陷入火海 当场卷起浓烟不断扩散 轿车喇叭狂响 惊动整个住宅区 消防赶到现场灌水抢救 停车场内满满汽机车 其中一部轿车车头遭波及烧毁 另外还有七部机车也遭殃 事发在苗栗竹南 这都明宅高四楼半 一楼是停车场 楼上则有28间出租套房 突如其来的意外 半夜许多住户受到惊吓 幸好无人受困受伤 而起火原因 警消不排除人为纵火 令人惊吓的一刻 还有这段画面 台76线东西向快速道路 有驾驶募集 连接车板车的后保杆 孤零零掉落在地 不见车体 而这个后保杆还占据车道 横跨到分隔岛上 被笑说仿佛断尾求生 至于台中污日 则有布蓝色轿车 抛锚卡在左转道 车来车往实在很危险 只见驾驶打开车门 用脚滑行撸车 后方则有远景大力士 同时帮忙推车 惊险瞬间 及时化解危机 记者中正显向上 王舍涵 苗栗台中 采访报道